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文遠老師 上個禮拜五 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再度刷新歷史新高 會帶動哪一些AI股票 衝速賞停板 都會在今天節目跟大家來做分享 非常的一個重要 我們的節目一定要看到最後 來 我們來看一下圖卡投票 好 我們來回顧一下上個禮拜五 相關的美國股市的表現 有什麼非常重要的地方呢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從納斯達克看起 上個禮拜五 納斯達克漲了0.91% 雖然0.91%以最近來講並不是非常的多 可是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在哪裡 它再度刷新了歷史新高 來到了18366 這是第一個重點 再來臉書 就是不管是Facebook還是Meta都可以 總之就是我們所看到的臉書 在上個禮拜五出現大漲 漲了5.87個百分點 收盤是在540.87 刷下歷史新高 跟納斯達克一樣 再來蘋果 漲了2.16% 來到了226.45元 這也是刷新了歷史的新高 以及Google 股科漲了2.44% 也是刷新了歷史新高 所以我們過去所看到這些美國的尖牙股 已經很多檔都已經刷新歷史新高 代表什麼 代表這一波AI的航行絕對還沒有走完 它會是未來五到十年的黃金爆發期 各位要好好的把握賺錢的機會 來我們再看 超位的部分 漲了4.88% 最近股價表現比較疲弱 可是再次兩天也出現了一個表態 它就像什麼 最好的示範是誰 特斯拉 連續這樣上漲 在上個禮拜五也漲了2.08% 來到了252.37元 所以我們從美國股市的表現 再回到台北股市上面去看的話 來 上個禮拜五 台北股市又刷新的新高 來到了23628.86點 成交量4831億 那稍微的量縮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這個量還算是及格 因為你接近5000億就可以 你如果縮到像4200 4300我覺得就不太好 對於盤面多頭的發展就不太有利 可是在5000億大概上下200億左右 比如說4800到5200 我覺得都是一個多頭攻擊的範圍 這個也是大家可以在這個地方多做的留意 只要量維持在4800到5200 這個行情還是相當不錯 為什麼 我們從上個禮拜我去看 光是上市公司 漲停板就40家 你把上櫃OTC加進來就50幾家 所以這個行情說熱不熱 非常熱 這個行情好不好 非常好 要不要賺 當然要賺 好 我們繼續再看 來 這個是從大盤的走勢上面去看 一樣刷新性高 這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很簡單 就是炎五日均線走 就這樣 沒有什麼操作的 你大盤就不要想太多 什麼很多的外債環境因素 那個都不要想 你就很簡單的這樣做就可以了 重點是在哪裡 重點在說你股票的選擇 你類股的挑選 為什麼我這一個月以來 甚至一個半月以來 不斷地告訴大家什麼 只看AI股到今天完全驗證 對不對 其他的都不要看 只看AI股到今天你會發現什麼 我們的選擇是對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早上的盤線發文 維老師每天會在早上的時候 我上節目之前 會將所有的資料 會整好 發文發在我們的light上面 讓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能夠第一時間看到最新最即時 最標的資訊 比如說這是今天 7月8號的盤線發文 早上5點50分 我就發出來給所有的投資好朋友做參考 那我們來講重點 來 現在重點在哪裡 現在的大盤 因為我剛才有講成價量是4831億 算是OK的 所以呈現價穩量稍微縮的格局 不過也沒關係 一樣有利於台股 續創歷史新高 上個禮拜是向上的跳空缺口在哪裡 23172到23360 沒有失守之前原則上 這個盤面就是多方格局 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個股的部分留意什麼 面板設備 半導體設備 測試介面 機器人 PCB 光通訊 以及6月份營收 表現很好的股票 都會是焦點股票 好 那我們再來看 來 今天精選的標的有什麼 各位投票 你想要第一時間 早一點看到的話 5點50分你就看到的話 我們的Light賬號 各位多多的善加利用 你把它加進來 你就可以很早 就可以看到這樣子標股的資訊 我等一下會給各位驗證 我們上個禮拜五 講了什麼樣的股票 然後他們出現了什麼樣的表現 哇 你看到就會嚇一跳 好不好 來 這個我先賣個關子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五 我跟大家講了什麼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五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是7月5號 7月5號 我在Light上面的盤錢發文 我寫了這些東西 所有的粉絲好友 回去幫文老師見證 我是不是寫這些東西 來 你看喔 我說創新高的股票誰 有深洋半導體 光盛 會友 羅生 連策 萊德 對不對 光是深洋半導體 已經連續兩支攻到漲停 光盛 上個禮拜五 漲停板 會友 漲停板 羅生 漲停板 連策 盤中有到漲停 對不對 再來 萊德也是漲停 所以我光是前面 這幾支 六檔結果五檔 出現亮燈了 好 我們再看 續強股票 蒙利也漲停 尹漢也漲停 楊城也是光到漲停 南綠網通漲停 高峰漲停 天紅盤中漲停 易登 創新高 也是很多嘛 再來 高漲強勢表態是誰 上個禮拜五 我就跟各位寫會特 對不對 上個禮拜五的早盤 開盤之前 我就寫在上面了 那你看股價表現 也是漲停 很精彩 精彩創高 河村創高 短線強勢的有值得 這個也光到漲停 金寶也光到漲停 辛漢創高 大力光千富也創高 雷克能率也創高 好 我們來看K線圖 各位更會有所感覺 你看這些股票 我們全部都已經事先列在我們的Light文章上面 所以我們的Light文章 各位一定要看 包含什麼你看 深洋半導體 軍華 有沒有 軍華 軍豪 東捷 東台 你看這五檔股票 就是我跟各位講過的G2C聯盟 這幾檔股票你看他們是一個聯盟 專攻什麼 專攻台積電後段COAS設備的 除了深洋半導體 它現在開始往前端製程去做 我想上個禮拜有跟大家解釋過 前端製程包含什麼 包含上聯側 包含像深洋半導體 包含像天虹 最近為什麼漲這麼多 原因在這個地方 半導體前端跟後端兩個製程 股價表現其實都越來越強勁 各位有沒有看到 好 我們再往下看 好 我們剛才所提到的聯側 有沒有 這個是屬於半導體前端 它是加登集團相關的公司 股價也出現飆漲 再來是陽城隱漢機器人相關 這兩檔都是偏向機器人相關的 以及蒙利也是機器人相關 再來萊德 我們也講了很多天 萊德已經變成什麼 轉型成為儲能相關概念股 綠能綠電相關概念股 再來能綠網通也是表現相當不錯 再來我們看惠特 它本來是做LED相關的設備 現在變成什麼 搖升一變變成COAX相關設備概念股 這股價表現很強勢 會有更不用說了 這是黃仁勳清點的相關概念 金寶新的機器人跟伺服器的概念股票 也很強 百搭也出現上漲 保達也出現上漲 它包含了生技 包含了被動元件機器人相關的題材 它有代理日本的發納科 發納科相關的公司 以及值得 這也出現創高的格局 我們再看天虹 半導體前端設備 PVD 高峰 機器人相關 光聖 CPU 圓鋼 創高 精彩科 面板級散出型風狀 FO PLP 再來加零 鏡頭相關了 所以你會看到什麼 我們所提到這些股票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我們全部事先講過 你現在如果你是我的粉絲好友 你現在可以在我們的Light上面 你可以去搜尋 比如說你就打雲鋼 你去搜尋還是打精彩科 你就會看到我們之前提過幾遍 然後哪一天提過 你都可以回去驗證 對不對 我們剛才所講這些股票 全部我們都事先講過 我們都事先在Light文章上面 全部發過 你各位回頭再去看一遍 這些股票 這些文章 各位都可以回頭去看 這就是為什麼 我會邀請大家來看的原因在哪裡 好 所以這個是前面的驗證 所以接下來重頭戲是什麼 重頭戲是你今天要注意什麼股票 對不對 因為我為什麼先讓各位去驗證一下 我們禮拜五講什麼 因為你要唯有驗證了 我們預測了驗證 那才有用 對不對 因為如果我們所寫的東西 哎呀 可能股票沒有漲 都沒有漲 我也沒有不好意思 邀請大家來加我們的Light 就是因為 我每天花了非常多時間 1700多檔個股 我每天研究過 把所有的資金流向 類股的輪動 市場的氣氛 我們通通把它過濾過 篩選過 去無存精 萬中選一 跟各位來講 所以你看股價表現 為什麼能夠這麼強勁 答案就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 今天你要注意什麼股票 這就是重點 來 一樣 我跟各位來講 我們分為創新高的 包括像惠特 均華 均豪 森陽半導體 光聖 匯友羅聖 其實原則上你們發現什麼 這些股票我們都講過了 那你這個地方需要追高嗎 不需要 現在是什麼 這些都是走45度角 很陡啊 你要把它列為一個 你要做波段的 你等它拉回再買 你知道了解我意思嗎 我不會鼓勵大家去追已經 漲到 漲到一倍兩倍的股票 而且我們都很早就跟你講 你看 惠特是不是上個禮拜 我就跟你講 均豪 均華 森陽半導體 光聖 匯友 羅聖 這些我們講了多久 對不對 我們給你看了多久 我想只要是 維遠老師的粉絲好友 應該都能夠驗證 應該都能夠見證 再來 我們看一下 虛強股票是誰 有蒙利 尹漢 陽城 能力網通 天紅 值得 以及金寶 這些都續想股票 大家也可以再多做留意 以及高檔的強勢表態 這個大家我覺得原則上 有一些個股就可以做留意 比如說像聯帽 CCL 銅伯西版的 巨詳 這是蘋果相關的機構件 以及精彩還有大士科 這些股票表現都不錯 可以去後續上面再做留意 再來短線強勢 以及底部型態完整 這個通常是 剛出現攻擊的型態 整理完畢 剛轉強股票 這種股票我覺得 你買進去的風險低 然後又有機會 他們會連續噴出 這個是現在 我覺得大家可以多做留意 比如說像 剛剛有提到 百達KY 台虹 星際 加登 以及星翰 這些都是短線強勢股票 以及底部型態完成的 有有通 丹井 中探偵 三商店 加聯益 跟零群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些股票其實都環繞著一個主題 叫做什麼 叫做AI 你不論是機器人的 不論是半導體的 不論是伺服器的 各位你看到 有沒有 幾乎全部都是AI概念股 所以你看 如果你一個月之前 一個半月之前 你有看到我們的節目 你看到我們的Light的文章 對不對 我們都寫在裡面 那這些東西你就能夠幹嘛 你就能夠驗證 你對我們的信任感就會提高 所以為什麼最近 這段時間 溫老師的粉絲人數 增加了相當多 也非常感謝大家 參與我們的一個行情 所以還跟各位講 接下來的行情其實 真的都非常的精彩 我們再來驗證幾天 過去的行情 我們看完7月5號的 好再來看 這是7月5號的盤中發文 所以我們盤中也會發一個文 就是盤前 你現在看到這個時間點 早上的5點50分左右 我們就把盤前發文給各位看 什麼股票我們都先講 有沒有 我們不是啊 事後收盤了才跟你講說 今天什麼股票漲 不是喔 你注意喔 這次溫老師跟所有其他的人 不一樣的地方 我全部事先講 這個難度非常高 所以你會發覺什麼 沒有人做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很難啊 吃力不討好 要事先預告 這很難啊 我簡單偷懶一點方法 我就事後講就好啦 我為什麼要事先預告 對不對 那我願意這樣做代表什麼 代表我對我的專業有信心 我對我的績效有信心 所以你要做到這樣的事情 你要有高度專業 高度自信心 高度的抗壓性 才有辦法表現出這樣的相關內容 給各位來做一個呈現 所以你看 昨天啊 上個禮拜五的盤中發文 我們寫了什麼內容 這個剛剛都講過 重點在哪裡 我說尾盤你注意誰 星雲星際建設等等的 那你看這些股票 有沒有 這個是禮拜五盤中發給大家的 所以今天盤中要注意什麼股票 那就請留意我們的Light發文 留意我們的Light的一個相關的文章 包含像7月4號 我們講的這些股票 有沒有都有所表現 包含像我想啊 深陽半導體 羅森會友 連策 這個我們都講過 尹漢 漢科 萊德 陽城 天紅 高峰 各位很多啦 所以投票你就注意到什麼 我們其實啊 每天給你看的陣容股票是這些 你會覺得說 我們股票其實講蠻多檔的 但是你會發現什麼 其實就是那些嘛 對不對 因為我是每天給你看它股價的走勢 包含什麼 紅毅股 河村 蒙利 然後呢 博蕾 金彩科 你看金彩科我們三四十塊 就一路講了 對不對 像這些7月3號的發文 有沒有 又是深陽半導體 又是陽城 又是連策 又是這些相關的股票 我都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了 好 所以接下來 這兩分鐘 我有重要事情要跟大家來講 什麼樣重要事情呢 因為其實這段時間 我們的Light的一個粉絲 增加了相當多 所以 為了要回饋 為了要服務更多廣大的投資好朋友 來 我先給各位看一張圖 好 要回饋給更多的廣大的投資朋友 所以呢 威老師的節目時間 會有所調整 這個時段 我們錄到禮拜五 接下來 威老師會在其他的財經頻道上 跟大家來見面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必須啊 透過節目當中 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那其實啊 感謝這段時間 投資朋友的支持 大家的加油打氣啊 其實我們每天很多的那個Light的粉絲喔 新加的啊 然後跟我們互動的啊 都很多 真的很感謝大家的一個支持 那我也是很希望 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在接下來 都能夠過著更幸福 更快樂的一個好日子 所以呢 特此獻上一份真情的大禮 今天有重點喔 有彩蛋喔 有真情的大禮 要給大家 中式的具現 回饋感恩祭 取終人不散 我們要祭出什麼 來 各位看 祭出最強的333專案 我們的費用 我們的會費33則 加三檔為原的主流股 讓您一路賺到年底 什麼叫做三檔為原的主流股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啊 像我們六月份操作的 2359的所羅門 波段幅度高達80% 4566的實溯工業 波段幅度高達56% 6869的雲爆能源 波段幅度高達40% 這個就是我們的 楊威的主流股 我們會加正三檔主流股票 給大家 由委員老師 親自做獻禮的動作 珍藏屬於我們的回憶 一起創造 展新的未來 只要你需要 委員老師一直都在 廣告時間 前10名撥打電話進來的 投資好朋友 有特別的優惠回饋喔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好 委員老師可以邀請大家 多多的加入我們的YT的頻道 我們來看一下圖卡 好 我們的YT頻道 各位也可以先把它掃描起來 加入起來 因為我們等於是說 Light的部分 我們每天的盤前 盤中盤後 會有相關的發文 發給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全市場最標的相關概念股票 我們都寫在裡面 誰最有機會 誰今天會漲 誰明天會漲 誰下個禮拜會漲 我們通通都寫在我們的文章當中囉 各位要好好的來鎖定 好好的來做一個參考囉 好 那除了這個Light以外 我們的YT的頻道 你可以搜尋數位元分析師 各位也可以先做一個加入的動作 每天的節目把它訂閱起來 把它鎖定起來 好不好 我們的節目內容 都相當的精彩 文章更是相當的豐富 裡面的標股我想 都是投的朋友津津樂道 其實創造的 真的太多太多的經典 太多太多的 所謂的一個強勢的一個標股 好 我們再回到最近的行情 你去看一下 其實你看這個禮拜要注意什麼 我跟各位講 這個禮拜會是一個 非常好賺的時機點 為什麼我說非常好賺 接下來大家在擔心 不管是美國總統大選 還是其他 國際股市的變數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我們今天節目一開始就跟你講 為什麼 美國股市的尖牙股票 他們都能夠 刷新歷史新高 包含像臉書 包含像 谷歌 對不對 包含像 相關的Meta 這些股票 為什麼都能夠創新高 就是因為資金行情在 AI行情在 所以未來很多人在擔心 會不會泡沫 我覺得你想太多 為什麼 因為未來的五到十年 會是AI的黃金爆發期 因為這個是過去所沒有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一個半月之前 不斷跟各位強調 只看AI股 其他的都不要看 到一個半月你拉回來之後看 你有沒有發覺 我們跟各位講的 完全正確 你不要資金東一個西一個 一下這個一下那個 跑來跑去 各位到最後 就是什麼都賺不到 對不對 我們把資金火力集中 全部看AI股 到今天不管是什麼 包含像羅生 君華至聖 安可 旭輝印財 你看旭輝印財 我們之前跟你講 因為紅塑系統 做飛彈眼睛 真空微波管 那一檔股票大漲 他大漲之後 他的母公司叫旭輝印財 你看我們是不是先講 是不是又大漲 再來易登 對不對 這檔股票在上個禮拜五 也出現一個創新高的格局 所以我們每天 來的文章發文都相當精彩 國際的行情 美國的股市 大盤的格局 我們都跟各位寫 再來 各股的表現 包含像君豪 聯測 惠友 你看雲爆能源 這些股票 我們都很早之前跟各位講 包含像什麼 君華達能 新科 01 丹井 精彩科 這些股票 我們都事先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來做個預告 包含像你看盤中 我們舉個例子 7月2號的盤中 我們跟各位講什麼股票 你注意大量 對不對 這一檔 3167的大量 結果再隔一天 馬上攻到漲停板 那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的文章 你不管要做短線 做中線 做長線 其實都非常的好用 你都能夠 知道整個資金的流向 未來的方向要往哪裡走 所以如果你對於操作沒有方向的話 盤中 我們的文章 你要特別特別的做留意 好不好 不然像這些股票 都是我們事先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做一個預告 我們都寫在前面 各位了解嗎 不然像我們就回顧到7月1號就好了 這個時間 不可能每一天都講 對不對 可是你看我們幾乎 我們的陣容就是這些 有沒有 我們的強勢的標股就是這些 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的所謂的看盤的精準度 相當的夠 能夠帶領大家 去掌握到這些相關的訊息 好不好 所以接下來 威延老師還是跟各位講 因為我們的粉絲好友 真的越來越多 威延老師很感謝 所有投資好朋友 一路的一個支持 所以我們的節目 這個時段的節目 我們會錄到這個禮拜五 接下來 威延老師會在其他的 財經頻道上面 跟大家來見面 所以我們今天會特別 獻出這樣的一個感恩回饋器 給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因為其實很多的投資好朋友 都跟我反映 真的 看了威延老師的節目 他覺得說 股票市場 跟他過去想的真的都不一樣 操作上面有很大的進展 操作上面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我覺得 聽了都很開心 大家的回饋支持 加油打氣 我都聽見了 我也希望能夠讓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過著更幸福 賺更多的好日子 所以今天特地獻上一份 真情的大理 忠實具現 感恩的回饋季 取忠 人不散 來 這個重要的專案活動 跟大家來做分享 我們祭出最強的 333的專案 這個333專案 裡面有什麼樣特別的內容 包含像這個 所謂的成本 33指的部分 加上三檔 委員老師精選的主流股 親自獻禮 比如說我們像 之前六月份 像所羅門 80%的一個行行 實作工業 56%的行行 雲爆能源 40%以上的一個行行 各位 這些相關的個股 我們還有相當多 都要讓大家 一路的賺到年底 由委員老師 親自做獻禮 要珍藏屬於我們的回憶 一起創造 嶄新的未來 如果你有需要 委員老師一直都在 好不好你不用擔心 相關個股操作 所有的問題 就交給我就對了 廣告之後 前10名 打電話進來的投資好朋友 有特別會 祝大家操作順利 賺大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明天見 好